你 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值9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经手的一个坦金属焊接的经验分享 最近呢我们的国外经销商寄给我了这个坦 这个薄片 因为他们有终端客户要焊接这个坦金属 坦白讲我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呢我就特地上网找了一下这个坦金属是个什么样材料大概浏览了一下发现他是一个融点很高 耐辅实性很强的材料 虽然我不是什么材料背景出身但是我也听说过坦电容 知道这个坦 在工业上的还是有其作用的 一开始焊接的时候呢我依然是采用了我们的 TIG300D继续进行焊接因为他是一个薄板焊接那我想 理所当然的冷汗呢是非常适合的 一开始进行焊接的时候呢我立刻就发现到 这个金属呢 虽然只有1mm薄 但是如果我用这个不锈钢焊接用的参数去焊他呢是非常不适合的 因为不锈钢焊接 一般来讲1mm的厚度呢我只需要大概200安培十几个mini sec 就可以焊得很好 但是用同样参数在这个坦金属上焊接却只能得到非常非常小的焊点 最后呢经过我各种尝试 这个发现了这个坦金属的焊接需要的能量要比不锈钢大得多 因为他们的这个熔点呢实际上呢差了将近两倍 这坦金属的熔点是非常高的 最后呢我使用的参数呢 足足开到了300安80ms的这个这个参数呢才比较 适合焊接 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焊接强度 跟一个还不差的外观 从这个焊接的过程来看呢他的焊接难度也不是很高 正面罩呢也可以看得到呢他这个焊点还算是白亮 应该不需要过多的这个 厚厚加工先打磨啊或清洗 背面的热影响 也不是非常大而且没有什么 变形啊因为他的这个可以可以耐受的这个 温度非常的高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热变形 反复尝试后呢我也把他这个 掰断啊来看这个断面观察容身发觉在这个参数下容身也还足够 所以这个 可以作为一个分享啊就是说在焊接坦金属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更高的这个功率 才可以进行较适合的焊接效果 那这次的坦金属焊接 心得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对焊接或者设备 有问题想咨询也欢迎教我们的赖克服务与公司联系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